我跟姊姊差了五歲 我們沒有算是活在同一個時期上 所以從小他對我來講就像是教練 這個怎麼比教練還要囉嗦這樣 然後連在生活上都要對我碎唸 然後其實我以前真的很怕他 就是因為他每次一看到我 他就會先唸我 先罵我這樣子 我就也是這樣子 所以才造就了我 就是時時刻刻會去警惕自己 就是不要太鬆懈 一路走來到了大學 我們才開始進入了同一個訓練的環境 鐵傑有越來越對我放心 因為他知道我已經 畢竟也十八歲了 你應該要讓自己負責 就是也對我比較沒有那麼碎碎唸 我們終於比較像是一個有一個正常的互動 我覺得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當有一次他在比完一連串國際賽之後 他在回來打台灣的全國運動會 那一次也是我跟姊姊 首次在全運上搭配雙打 那我打一打之後 我發現姊姊就是富商上陣 那一次姊姊就是富商上陣 他在我面前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 然後我才發現說 就是姊姊真的有很辛苦的 我這樣講到現在也很期待 就是我才發現姊姊真的年紀大了 因為姊姊一直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榜樣 你說她對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那她在我面前一直都是做得很好 然後你說她訓練也是最努力最拼命的那個 跑步遠遠衝在最前面的那個 以前在比賽或怎麼樣姊姊都來幫我鼓勵加油 然後賽後幫我一起檢討 我就會覺得自己就這樣活活 不需要去多做一些事情 多想一些什麼 如果今天沒有姊姊能夠幫助我的話 我自己應該還要再去做一些什麼努力 所以直到現在就是很真的很榮幸很幸運的 能夠在14年的亞運 能夠跟姊姊一起出戰 我覺得就是有一天你終於會能夠了解說 你能夠終於有一種追上她的感覺 雖然是有一點教練然後朋友 但是又多一點家人的關係 所以有些東西是別人 尤其到這個年紀 別人不會告訴你 但是她一定會把別人不說的話 告訴你 我覺得最不一樣的是 她現在就是居然會 給我多一點肯定 多一點肯定 終於